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他从警员滥用武力的个案受到困扰 报告显示市民投诉调查委员会 证实了有十宗所候的个案 委员会建议纪律处分 但前警务总长凯利并没有这样做 也没有解释为什么 尤尔表示这样令整个警方机构造成困扰 他说这样无法令人相信警员会在他们的行动负责任 尤尔说希望他的报告可以令现任警察署长布拉顿 解释他对下属不当行动的纪律处分裁定 同时要为警务署带来正面的改变 尤尔还表示最终目的不是要拘捕任何人 但他要求有一个好的警察部门 应该同时要有好的治安和警民关系 酝酿多时的纽约市民卡今天正式在全市17个地点开始发布给民众申请 纽约市长白思豪市议会议长马立陶等也在早上来到各族裔居民居居区 申请人数众多的皇后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宣布纽约市历史上首次发行的市民卡正式开放给民众申请 市长白思豪标记者 今天是纽约市历史上重要的时刻 全纽约市800万市民不论你来自何方是否有合法身份 只要在纽约市生活就可以获得纽约市民卡 这也是他在竞选市长时对全体选民的承诺 他指出每个纽约人都应当得到证件 以便自己可以得到基本的服务 可以在银行开户 在图书馆办理图书证证明自己的年龄或凭证进入政府机关到警局报案等等 白思豪重申 市民卡不仅是个卡 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居住在纽约市的尚未获得正式身份的移民 可以堂堂正正的证明自己是纽约人 居住在皇后区被白思豪称为好祖母的华裔朱女士 站在市长身旁参加仪式 她因为平时没有合适的身份证 想带领下课的孙女去图书馆借书都深感不便 我觉得这个卡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有两个外孙女 我可以带她们去博物馆看一看 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非常便明的一种这种卡 所以说我今天特别来申请这张卡 纽约市议会议长马力桃 黄部区长凯兹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等也相继发言 对纽约市民卡的正式启动 表达支持和欢迎 对于市长选择在各独一居民众多的法拉盛 宣布启动市民卡申请 法拉盛选区市议员顾雅明感到非常合适 也彰显了法拉盛市居民中的需求 记者在法拉盛图书馆现场看到 市民卡开放申请首日 已经在全市各族一社区引发申请热潮 数百位民众贸易在排队等候办理手续 而个别市民已经在前几天的试办期间 截助先登完成申请首续 所以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事情 正好我经常到知识馆来 我正常看到上个礼拜 他们正在试办一个礼拜 我就申请着 根据市府安排 全市将有17个地点开放 接受市民卡的申请 只要是年晚14周岁 居住在纽约市五大区 拥有居住证明材料 无论有移民身份都可以申请 有关详情可上市府网站查询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美表演艺术出品人协会年会 自本月9号起到13号在纽约召开 来自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组织 全国十个多个省市的 70多位文化官员 艺术院团和演出机构负责人 11号在纽约曼哈顿中城 举行的中美演出市场洽谈会 争取中国演艺产品 与美国文艺机构交流合作 即在美国演出机会 全美演艺出品人协会 联合举办的中美演出市场价谈会 11号在曼哈顿中城的 谢尔顿饭店举行 来自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组织 全国十多个省市的 70多位文化官员 艺术界代表演出机构负责人 到纽约参加58届 全美表演艺术出品人协会 协会年会期间 11号以舞台上的中国为主旨 在酒店展销会场设置展位 推荐中国演艺产品 今年也是中国各地的演艺团体 第三年组团参展 包括中国文化部市场司司长陈通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张宇 海东上海白老辉公司的 副总经理廖涵等四位代表 介绍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发展情况 并推荐了中国演出产品 以及对美国演出产品的需求 提会者对于中国文艺表演团体的 优秀表现深具信心 并希望透过中美双方 未来合作机遇 进行探讨 也期待展现双赢的局面 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些资源 都融入到中美演出合作中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突破现在有的 继承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有三场演出 我买来 我有三场演出 我们会超越这个东西 会做出一些更好的东西 全美表演艺术出品人 协会年会 可以设施全球最大的演出市场交易会 对推展全球优秀表演团体 在美国进行活动十分重要 会中不少中国业者也表示 中国演出市场虽然发展迅速 但与美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若能以中美合作方式进行 共同打造适合美国民众口味的表演项目 定能在全美地区获得观众的回响 因为这边的美国观众 对中国的武术 这个文化不陌生 然后又放上现代舞的元素在里头 还有我刚听到的音乐节奏也特别棒 我觉得像这种 而且刚刚又谈到有好几个剧 都是把中国的传统 用现代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后 更加新的一个发展方向 会中包括美国中西部联盟总裁 费雷尔等三位美方代表 也各自分享了与中方合作的经验之谈 华语电视记者 包括市议员顾雅明前市主机长刘春一等二十多个社团代表及侨胞 三百多位人士 十号晚间齐聚在法拉山台湾会馆 向即将容调离任的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副处长范国书 以及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张济南 表达了侨界的感谢及依依不舍之亲 纽约台湾大专校友联合会会长半江光南 感谢范国书及张济南 两位过去几年在纽约任职期间 对侨社的互动及服务 让侨界感受到住外人员对侨胞的关怀与照顾 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 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台湾发声 服务广大的侨胞 任职纽约两年多的经文处副处长范国书 将自本月13号转任驻加拿大莫泰华台北经文处组长 两度担任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的张济南 将于1月底返台 调升台湾侨委会侨照处处长 接掌全球海外华文教育的辅导工作 两人在会中也意向侨胞们化别 感谢社区侨界的支持与鼓励 华语电视机长两天 纽约参访报道 第一届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研讨会 今天在纽约州立大学世光学院举行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在美国的中文媒体从业者 以及来自中国众多院校及新闻机构的学者和专家 就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进行学术及实际操作层面的进行了展开了探讨 本届研讨会为期两天 由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世光学院孔子学院主办 中国新闻史学会协办 研讨会从跨文化传播媒体互动 对外传播的有效性等学术方面 以及华文媒体如何服务华文听众 外国受众的心理接受等实际操作层面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阐述和讨论 近年来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一直在经济贸易层面与各国普遍连接的同时 努力提升与世界各国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交流 但是效果不甚理想 现在因为我们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的提升 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 那么如何做好中国和各个文化 不同文化地区之间的这种跨文化交流和传播 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这样一个话题 主办方也希望借此研讨会 在这方面能够找到更好的途径与方式 那么这次会议只是第一届 我们希望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继续主办下去 因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如何进行传播 传播的技巧 传播的主题 传播的框架 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进行研究 在实践当中不断得到提升这样的一个话题 而对于近来又传出 瑞典将关闭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 纽约州立大学世光学院孔子学院院长Jeffrey表示 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文化 尤其是语言培训方面贡献非常大 关闭也有多种原因 Sometimes they close down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anban I know there is a public perception, a misperception I believe that Hanban tries to control the agenda very tightly I haven't found that to be true here at SUNY Optometry As you know, Hanban ask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each and cultivate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hinese but also to us 华语电视记者华丽,纽约采访报道 在相当相当的 感谢观看